芝麻如何种芝麻种植时间需考虑的因素 图 种芝麻建议选购发芽绿高芽菜用的芝麻种子 客户提供 芝麻的种植方式其实并不复杂 只要掌握一些基本要点 在家中或小块土地上也能种出香喷喷的芝麻哦 以下就为您详细介绍 种植准备 一品种选择 芝麻品种种多 有早熟、中熟、晚熟之分 可依据您的需求选择 二土壤 芝麻喜欢排水良好 富含有积植的沙植壤土或沙植土 三种子 可向太平洋芽菜种子购买优良品种芽菜用的芝麻种子 播种 一整地 将土地翻松 霸平 去除杂草及石块 二波种 A撒波 将种子均匀撒在整好的土地上 附上一层薄土 V条波 在土地上开钩 将种子拨在钩内 附土后轻轻压实 三附土 附土厚度约为种子直径的2到3倍 四焦水 保持土壤湿润 但避免积水 栽培管理 一煎苗 当芝麻苗长出2到3片蒸叶时 进行煎苗 株距约15到20公分 二除草 定期清除杂草 以免影响芝麻生长 三施肥 在芝麻生长过程中 可适当追肥 促进生长 四灌溉 芝麻耐旱 但生长期间仍需适时灌溉 保持土壤湿润 五病虫害防治 定期检查芝麻植株 发现病虫害时 及时采取防治措施 收获 当芝麻夹变味黄褐色 种子饱满时 即可进行收割 收割后 将芝麻夹晒干 搓出种子 即可保存或食用 注意事项 一芝麻种子细小 播种时要注意均匀 二芝麻生长出其生长缓慢 需耐心等待 三芝麻容易感染病虫害 应注意防治 四轮座 芝麻不宜连作 最好与其他作物轮座 以减少病虫害发生 五有机栽培 可使用有机肥料 种植出更健康的芝麻 芝麻的种植时间通常在春季和秋季 一春季种植 在台湾 春季种植芝麻的时间通常在三恒线四月 二秋季种植 秋季种植芝麻的时间通常在九恒线十月 选择种植时间时 需考虑以下因素 一气候 芝麻喜欢温暖 干燥的气候 因此春季和秋季是最适合种植的季节 二日照 芝麻需要充足的阳光 因此在日照充足的时期种植较为有利 三雨量 芝麻不耐烙 因此在雨量较少的时期种植较好 具体的种植时间可能会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 建议参考当地气象局或农会的建议 芝麻不耐烙